日前 教育部发布了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 从今年秋季开学起 劳动课将成为中小学独立课程 烹饪与营养为其中一项课程内容 一时间 儿童厨具在网上热销 很多店家月销上千件 这些厨具虽然尺寸小 却能实现煎炒烹炸 到底是玩具还是厨具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部分家长表示担忧 要担心它是不是食品级的 能不能达到食品级的这种安全性 还有就是如果让孩子在家尝试做饭的话 它这个油会不会溅到孩子烫伤啊 这些我都比较担心 玩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嘴巴什么吃啊什么的 所以还是一些材料安全 因为不接触到火跟热 所以对它的这个 这方面就是散发出来的有害气体 这块会有一些担心 儿童厨具应当符合哪些安全标准 记者发现大多商家宣称产品检测合格 食品接触安全 但只提供了个别配件的相关认证证书 没有对套装中其他用品所用材料的执行标准 以及是否通过检测进行说明 目前我国没有针对所谓儿童厨具的专门的标准 绝大多数的儿童厨具 就是像普通的成人的厨具一样 征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还有不锈钢厨具等等这些线型的标准 部分商家他都声称他的产品有3C证书认证 使用的304的食品及材料 这个也并不是说就意味着他肯定就是很安全的 因为现在的很多产品 他只是按照成人餐具的规格简单的缩小 他的材质功能设计标识这些 都没有考虑到儿童身体发育和心理发育的特点 比如说他是不是有些锐利的边缘 一些尖的地方 有些容易脱落的小零件 可能会被孩子吞下去 还有一些孔洞 是不是孩子好奇 把手具塞进去 还有使用说明安全警示 这些标识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规范 要预先让消费者知晓 也就是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这种功能性和原材料 是具有知情权利的 那么这也是一个商家的基本义务 除了厨具安全 学习烹饪技能前 家长和学校更需注重培养学生 较为全面的食品安全观念 从学校和家长的角度来看 在学习烹饪技能之前 孩子首先应该要有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 要入老入新 第一是保持清洁 手的清洁 餐具的清洁 厨房环境的清洁 第二个就是生熟分开 生熟食物要分开 加工食物的厨具容器也要生熟分开 第三个是要确保把食物做熟 第四个就是说要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 针对市场上此类商品问题 监管部门和厂家应当合力规范 厂家要自律 监管要到位 也不要让儿童厨具的生产 打一个擦边球 成为一个监管盲区 家长要警惕背后的安全风险 不必操之过急 按照劳动课的进度来安排 动锅用照 等小学三四年级再开始也不迟 中文成为二�为二日 앞에 一 kı ray